歡迎回到蔡前簡碼,我是Colec 一開始的時候,片頭也表達了一點點對於聖德威風這個意外的冷鍋感覺 我記得看到的時候,自己也忍不住眼睛濕濕 後面那一場也不太有心思玩 之後也沒有立即做過Patreon的成績 因為立即出街逛逛逛復自己的心情 但也邀請大家,like我這個影片,comment,subscribe音樂馬房的YouTube和Facebook專頁 另外,總結一下Patreon成績 先看看看看 多K10場有7條Q Q或PQ 有一場有3隻 另外1,2,3,4,5,4,5,6 另外有3隻,就是冷或半冷 分別是一場八的木火兄弟贏了,7.7倍 然後,重點是膽 然後還有Bews科學 當時16倍 還有幸運有理 星期日的賽果就相對熱一點 所以找到那馬就不算多 我就繼續努力了 如果你想畫得我的Patreon的四選 和全日深水的話 記得加入我們Patreon組會員 或者支持一下我加入Patreon組會員也可以 哈哈哈哈 我不介意 你不參考我的四選 都沒有所謂 支持一下我也可以 哈哈哈哈 在這裡 大家不要誤會 這杯不是酒 這杯是因為平時 吃的蔬菜不夠多 種類不夠多 所以就喝些蔬菜的食物 食物 但我不是銷售你我自己喝的 但皮膚會比較好 好了 講完這個Patreon 另外約定大家 如果想一起看球 星期五晚 我們就星期五晚 一起去到北角的永聖兵室 我們有看兩場賽事 分別是六點鐘 威爾斯對伊朗 伊朗雖然厲害 絕對說不上 但好像挺好鬥志 最喜歡看這些 藥隊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鬥志 那一場賽事才好看 另外就是卡塔爾對蔡大佳儀 哈哈哈哈 不准笑一下 因為卡塔爾 作為一個東道主 我不相信他三場都輸 應該不會吧 哈哈 不好吧 那我就試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可以 贏一場 停一場 入球吧 應該可以 是吧 星期五晚 約定你們在北角永聖兵室 威爾斯對伊朗和卡塔爾對蔡內戒 那你覺得 啊 為何這麼快就停了 你記得 在留言匯上 你會看到有連結 那你 按入連結 那你就去選擇 這個在永聖兵室 不是 你選擇了 是要看這個餐飲 就是找到這個世界盃的活動 找到世界盃的活動之後 就再選擇地點 就是這個永聖兵室 然後再選擇日子 就是 11月25日 星期五晚 有兩場 你喜歡看完兩場 不喜歡的話 你看一場 都很划算的 100元有包食 有包飲品 最重要的是 你訂了位置就會好些 因為你敷了 就不能登入 那你訂了位置 就記得 在這個 就把短訊給我 傳到這個 這個 這個電話號碼的 WhatsApp 這樣就可以幫了我 哈哈哈 明白了 不用多說了 好了 那 宣傳的部分 就是這兩個 Patreon 和大家 星期五晚 一起看世界盃 哈哈 好了 輪到說馬的部分 明天 就 翻覆草 天氣又 不太穩定 那我感覺 明天有 爆冷的場次 應該也 可能不少 所以 今天 就選擇 跟大家 推介 兩隻馬 兩隻馬 也是 半冷的馬 這一場 就是 美場八場 三班 一六五零米的賽事 首先 推介給大家 就是一號的 進馬快車 這隻馬 留意一下 海外 真的很硬 很厲害 又吸塞 又 又 贏過 當然 有人問 是否 已經跑不回 還是怎樣怎樣 當然 我覺得 很多新馬來到香港 就算他已經在外面 跑過 都需要時間 適應一下場地 適應一下 適應一下 跑法 氣候 但這隻馬力 一出的時候 當然就沒有贏 但第二場 已經跑得近 第二場 跑千二 已經在三班 一三三磅 都可以 跑到 輸四分三的馬位 所以 第二場 基本上 都有點適應 然後 放暑假 然後 跑二班 二班 對他來說 現在好像 相對 比較難 但是 這樣的情況之下 二班 他也不是輸很遠 二班 1400 輸一個多馬位 還未至於輸得很遠 上了將走 試試 跑到 中距離 泥地 跑第七 八隻馬 跑第七 好像很差 但是 第一 他也不算輸得很遠 還未跑過泥地 當然 美國總的馬 你會覺得 對啊 泥地應該可以的 但是 你始終沒有證明 輸兩個多馬位 比黃金甲 黃金甲 大家都知道 是泥地 相當強勁的馬 輸給他 輸兩個多馬位 我認為 不過分 在 落到 三班 應該很好 跑 以二班 他可以有這些成績 輸給的馬 也是強勁的馬 我認為 他落到三班 其實也是有好處的 當然 除非你說 除非你說 這隻馬跑三班 你才相信 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 草地 一路 即草地 回到谷草 拉長了少少 但是他給你賠率十多倍 可以搏 可以搏 而且 他最近 試雜試得很好 四搭轉彎 依然 不用推 都可以搏 所以 這隻馬的狀態非常好 三班也有好處 這就是我想說的 至於 他跑中距離 可以不可以 或者是 可以搏 當然是搏的點 大家看 大家是否相信 另外有一隻 我更加喜歡的 就是這個 三號 智勇神驅 上星期 谷草被兩隻 南美馬 KO了 南美牆 一是智利 烏拉貴 幼龍川鳳 以及飛馬將軍 今次這隻 就是巴西馬 在巴西 有些人不相信這些職 不過我照說給大家聽 他在巴西的時候 贏過國際一級賽 國際二級賽 兩歲三歲 國際一級賽 都贏過兩次 兩歲一次 三歲一次 都是贏過兩千六 大難地和好地都贏過 這些資料 大家 我記得有一次 有個平馬的前輩 也問我 他跟我說 你也可以學一下多些 記一下哪些馬場是厲害 哪些馬場是差的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其實 有些資訊 我覺得 就算我不認識 馬場 其實 某程度上 有些事情都可以反映到 就是 獎金 如果獎金 是高的 自然 比較容易吸引到 一些高水平的馬匹 或者騎士去參賽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這兩個 當然 南美的賽事 獎金 算低一點 比全世界 而言 但是 這隻馬 參加的 這兩個 場的 國際賽 巴西 國際賽 獎金 在南美 算是高的 所以 也不能夠忽視 我認為 當然 不要只看他的海外籍 看回他在香港的表演 香港來到 跑了三場 都不適合他來的 1200 1400 而且 他輸得很遠 你是不是玩我 但是 你留意一下 試襲 他試襲 由2月到香港之後 一路試了 123 4 5 7個站 去到這一季出場之前 試襲 7個站 有些 你推都不動 打都不 什麼 一路 一路 去到 好像有少少進步 好像有少少進步 跑了兩場 叫做熱身 跑了三場 好 上一場 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 上一場 雖然都是跑太短的路程 或者是遷移的路程 但是 去到谷祖之後 不知道是 他 叫做 遷移了場地 還是 這個馬 已經開始 自己 摸到 香港場地的感覺 還是怎樣 咦 跑第四 他不適合的圖程 他也跑到第四 現在 回到一個適合的圖程 1650 就回到上一次 開始有表現的谷祖 再試兩個集 這兩個集 我認為漂亮得不得了 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集 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是 他是和什麼馬 一起試呢 和福日 和福日 錶之未來 速遞奇丁 夏威夷 大家知道 福日雖然輸了 但是他主要是 不良於行 但是 事前 他是真的操得很健康的 所以 和這些馬 一起去 競爭的時候 不說競爭 施集的時候 其實他都毫不順悉 所以 看到這隻馬 喂 真的 好像來了 所以大家 真的要留意 這隻南美馬 這隻 來自巴西的 這個 支湧神區 十幾倍 非常划算 當然你說他 很難回答你 因為 他排12檔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隻馬 本身 可以跑 大概這個老程 或者 怎麼說 跑開長一點 距離的話 那 真的 外跌 對他的影響 可能未必那麼大 當然 我認為 如果12檔 WIN 可能難一點 但是PACE 應該差不多 我會先買一注 就是這個 三號 支湧神區 好了 今天我提供了兩隻 半冷 幾懶的馬 輪到你了 第八場 有哪隻馬你喜歡的 在留言告訴我 還有其他場次 你喜歡的 亦都可以 和大家一起分享 記得 訂閱音樂馬房 按個影片 留言 以及 參加我們Patreon 做會員 禮拜五 約定你 一起在 北角的 永勝冰室 一起看波